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主日很乖 就跟着大家 也很喜欢大家 结果从不认识耶稣 到开始读到他所说的话 觉得说 真是受感动 怎么会有人讲这么精彩 这么让人觉得说 就是这样的话 那在星期天的敬拜当中 也是好受感动 已经那首歌 赞美之全的有一位神 上到有一位神的时候 我心里大大被抹着 就是说真是有一位神 他在上面温柔 看过我安慰我 我心里 那感受 我也不知道怎么信 我真的就被抹着 后来就真的决定 信耶稣 因为经得到他真的是 不能说不儿 去年的十月 因为家人有需要 奶奶生中病 那时候就从美国 搬回台湾 跟家人一起住 能够多陪陪奶奶 还好可以回来 因为在二月的时候 他就被接走了 很感谢神他 幸福阿们 那但是也可以继续陪家人 是我很感谢神的一件事情 那时候回来的时候 在找教会 去过几个教会 然后因为认识朋友 在火把我就来了火把 很喜欢火把教会的热情 很喜欢火把教会的敬拜 很喜欢杨牧师的讲道 那很有感动 就觉得要留在火把教会 在回来台湾之前 有机会可以跟赞美之权 一起服侍 一起去了很多地方 有关台湾啊 香港 新加坡 有一次在马来西亚 大家一起敬拜 特别震撼我 那时候是大概一千多人 在一个小教会 晚上的敬拜忘不了 那时候大家一起呼喊 哈利路亚赞美神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的时候 好像整个房间都在震动 哇 那个震撼 就让我忘不了 让我看到真的自己的敬拜 原来这么渺小 原来自己真的是 这么渺小 以为自己有 那真的觉得说 其实这世界上 还有很多人 很需要神 他们心里很渴望 好想敬拜神 好想听到神的话 那能够出去宣教 真的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 所以我觉得 有机会去宣教 就去宣教 不要怕 就走出去 神带我回来 我知道我的宣教是要在家里 我知道我要在这边服侍我的家人 在生活中 能够更去爱他们 我觉得说宣教就是 能够在生活中 每时每刻 每一天活得像耶稣 你活出神给你的护照 活出神叫你活出的平安 怎么样去爱人 那我相信 当我们经历去做好见证 别人会在我们身上 看到耶稣 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 比我们所说的话 还要大声 我希望我成为一个 更知道他 更想念他 更可慕他 更有热情的想要 敬拜他的一个人 我也希望 可以带起更多的弟兄 一起更有热情的敬拜神 一起更可慕神 更可慕神 甜甜爱耶稣 就是愿意选择低头 愿意选择放下自己 就算别人瞧不起你 小看你 不知道你所有的付出 还是甘心乐意的愿意 因为神知道 神看到 甜甜爱活把 就是学习伟生在教会 把你所有的都给出去 用谦卑顺服 来服侍 来爱你身边的每一个人